- Ciao! - Say, I'm Jason! - I'm Jason. - I'm Tris! - Welcome to Sir IP Studio. - Sir IP Studio! - Today我們來講 - HTML 中 tables 的 element. - Table? - 桌子? - 它不是桌子, - 它是一個表格的意思. -表格? - 它就是用來好像我們有很多, 有时候我们在 website 里面有一些产品 它有细分很多细节 好像我产品这个桌子 它是用什么木桌啊 多少钱啊 然后哪里来的啦 什么尺寸啊 可以做成一个 Tables 然后在我们的 website 呈现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 Tables 的 Code 你看 Tables 就是整个 HTML 的 Element 然后它 Element 里面它有分 TR 跟 TD TR 就是代表 Table Row 就是那个 Table 打横的那个 TD 就是 Table Data 就是说你这个 Table 里面有什么 Data 有什么 Content 好像你的 Content 是号码啊 还是你的 Content 是 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 我要打什么字 什么内容 Size 然后多少CM 乘到CM Color 什么Color 什么Color 然后通常 TD 都是在 TR 里面 因为它是内容 对 内容嘛 内容在你整个 Load 里面 然后如果你打横 TR 打横 你要很多个 很多个打横的 TR 你就这样子放不同的 TR 咯 第一个 Row 第二个 Row 第三个 Row 好像我们 X 小包 这样子 然后内容就是你要多个内容 你就放多个 TD 哦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影片的话 我们的频道是一个知识型教育频道 专门分享网页设计 平面设计 Facebook Marketing 的一些 营销策略其技巧 如果你正在关注这类型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啦 让我们来用 Atom 来释放给大家看 这个 Code 要怎样打 首先我们进入了 Atom 然后打好你的 HTML 的 basic structure Coding Element 过后 你就好像在 body 里面打一个 Table 对 对 Opening Tag 和 Closing Tag 都自动 然后过后在 Table 里面 我们加一个 Tr 就是 Table Roll Table Roll 的意思就是 刚才讲的一排嘛 但是在 Table Roll 里面 我们要再放多一个 Table Data 就是 TD 它的内容 对 内容我是 Monday 来讲 它就会出 Monday 如果我用号码来讲的话 就出号码咯 那时候我放 12 然后再另外一个 如果我要在同一排 同一个 Roll 第二个 Column 我出现多另外一个号码 我就这样子再打一个 哦 又打多一次 对 再打多一个 TD 那时候我放20 就是第二个 对 它在旁边 然后第三个它就会这样子 TD 32 哦 第三个 Column 它会以此类推 对 如果我们做Coding 我们要整理那个 Column 你看这个 Column 你看到会有点乱 而且很长哦 对 很长哦 对 很长 所以我们通常 TD Table Data 我们都会放在一排 就会这样子 哦 哦 就 delete 掉那一个 对 把它全部弄在同一排 哦 没有影响的啦 是可以直接这样 delete 对 它可以这样子 直接拉上去 delete 然后它就会排到标准器 OK 你就会看到 Table Data 这三个Table Data 它都是在这个 第一个Table Row 第一个Row 里面 对 我们要怎样 create 另外一个Row 很简单 就直接 copy 然后在这边 paste 它就第二个Row 出来了 就有两排哦 对 它就有两排哦 好像你可能 你可能会放这个什么 Monday 它就会这样子 然后 然后 Tuesday 然后 Wednesday 啊 它就这样子 哦 OK Twitch 我问你啦 嗯 你学了这样多HTML啦 哈哈哈哈 你看啊 我们这边Table 这个Table里面 它有Table Data 这两个Row 是Table Data 这样我要怎样区分 那一个是Title 那一个是Data 好像 这个Monday Tuesday 所以Wednesday 我要把它变出 还是 12-13个把它变出 嗯 放B哦 放B 你上次叫的吧 放B哦 很棒嘛 不过在Table里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区分的方式 我们叫做Table Heading Table Heading 就是T-H 嗯 就是 因为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属于一个Title嘛 所以我们就要放T-H 来Differentiate 我们的Table Data 嗯 OK 怎样哦 嗯 就是这样子咯 好像我这个Monday 我把它变出 T-H 哦 也是要一个一个打 对 一个一个打 如果我放B 放B 等下我过过过跟你讲 怎样弄在Table Data里面 这个是我要给你们读 诶 区别Table Data 跟Table Heading 的 怎样区别哈 嗯 所以你这个图片 你就不会弄乱 就是一个Record 它是我的Table Heading 来的这个东西 对 你就不会乱 诶 怎么我又有哪一个是Data 哪一个是Table 然后又放B 然后又放Table Data 那种这样子 我就会乱水 诶 哪一个才是我的Heading 去到哪里 对啊 等下很多的时候 我要一个一个去找 找不到哦 对 而且我们还可以区别 好像我加多一个Scope 就是这个Table Heading 的Scope 我是放Column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Column 嗯 好 Scope Column 就全部弄进去 Scope 然后 Column 它就是 你就很明显的看到 诶 这个是属于Heading 然后我的Data 全部在这边 嗯 就在另一个Row 这样子在这里 对 Jason 刚刚我讲B 又几时可以用B呢 B呢 B呢 通常是我们用在Table Data 就是内容里面 好像我要提示 提示这个内容 我就放例子 你看这个Monday, Tuesday, Wednesday, Wednesday OK Sense 如果这个是我卖的Ticket 好像我 拜议我卖了十张Ticket 三张Ticket 我要提示 Sense 我是卖最多了 在这三天里面卖最多了 嗯 所以我就在这个Sense Table Data里面 我放 Both Sense 它就会在Sense 这个Data 变出 嗯 而不是放Table Heading 不是放TH 因为 因为我是要TH 跟TD 我只是要区别 Heading 跟内容 哦 所以不要乱了 对,不要弄乱了 OK 好像你看啊 这个我不懂12、13是什么嘛 嗯哼 可能我这个是属于我的 我的 好像 我的Ticket Ticket Ticket Sense 你看 它就会 这个 它就会好像很奇怪 你看这么会 会 跑去 跑去 后面哦 因为这边少了一个Column 所以我这边要放多一个TH 那它就 它就 对回去了 对回去了 所以你就看到 它是一个好像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有装4个 4个TAC的时候 你这个TR里面 你也是要装4个TAC 嗯 这样它才会对回那个位置 对 它才会对回 你看 4个嘛 对 它才对回 OK 下一个步骤 我们就把我们的Table 给它画线 嗯 对哦 现在很奇怪哦 没有线哦 对 没有线你看到 所以你就去这个Table 整个Table 这边 你打一个Border Border 它就会画线了 然后你这个线 你可以放出 还是你看 它外面这个出 可能不够出 放大一点 放色 你看 它会比较粗 然后啊 就是6%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一些 颜色来装饰我们的Table 好像 我放 Tecal Color 等于 等于 Examble 我放 Yellow 然后 哦 答错了 是要OR 嗯 就有黄色哦 哦 如果你要你的Border 换颜色也是可以 我就放Border Color Border Color 等于 那些 我放蓝色 啊 它就这样子 可能 我的Border太 太粗 我放小一点 放5 嗯 嗯 然后Event Day 好像我这个三色嘛 Venest Day 我们要最多嘛 三色 哦 这个也要换颜色 我就 一样我放回Border Color 但是我要放 红色 可能好像我要给老板看到 三色 最更 对 我就在这边 TD这边 Backout Color TD就是TableData Sounds 嗯 我就放Red 哦 哦 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 忘记跟大家说 就是刚才我们 这个Table Heading 上面的 我放一个 Scope column 嗯 其实我在这个 TableSoul这边 我Direct 我也是要放 它的Scope Scope是属于Role 嗯 就是打直的 这个内容 对对对 打直的内容 就好像 好像这样子 我Copy 我Copy上行 啊 OK 它会这样 这样我就知道 哪里要换 那个名字 或者是内容 哪里一个是属于你的Heading 哪里一个是属于你的内容 你的Data 嗯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按赞 订阅及分享哦 好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